不經不覺 說這麼快又來到2022年的尾聲 時間雖然轉眼過去 但疫情還未離我們而去 除了受新冠疫情影響 不知道大家對於今年最深刻的社會大事 又是什麼呢? 安心出發 我覺得是移民前 身邊很多人移民 有些朋友是朋友 他又移民 但也有一些未去過那個國家 就說要移民 都很擔心他們將來的日子 是不是真的OK的 應該都是第五波疫情 是為什麼呢? 因為疫情持續了很久 有很多人因為疫情 所以停課之後考試很多 都沒得參加 學校進度都跟不上 然後因為剛剛升上中學 所以很多東西都跟不上 有事有疫情 所以然後學不到 真的很難學到 移民潮頂波疫情 是的 咪雲 咪雲 恒生指數10年 李家超上場 全部都不是大事 我沒有病沒有痛 身體健康 不知道看片的你們 心目中的社會大事又是什麼呢? 快點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吧 接下來信報會出一系列的 2022年年度大事回顧 有興趣的 記得follow信報的social media 請問一下啦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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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